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Facebook脸书在上一周公告它要即将能够在明年上半年发行 Libra加密货币 这是一个虚拟的货币 因而经由26亿的Facebook的脸书的使用者能够使用全球的一种货币 哇 听起来非常的有创意 听起来好像前景无限想象空间 因而当天公告的时候Facebook涨了四块钱 逐温的观察工作你的参考对于Facebook脸书的加密虚拟货币 什么观察三点工作你自己的小心谨慎的参考 第一个 这个货币跟Bank有关 因为以后可能是Bank的competitors 虚拟货币可能会存款 也有可能在存款当中用债券来代替 但是最终它是发行于全球各个国家 以美金计价的虚拟货币 因而你在全球能够旅游的时候 可以一起刷卡 而且交易方便 听起来有一点像中国的支付宝一样 对了 有一点像支付宝 第二个观察 这个加密货币跟你的隐私有关 Privacy 因为Libra发行的时候 它一定要有一个隐私的公证 跟储藏你隐私的地方 这个公司Facebook 成立起来叫做Colibra 可能会设立在公信力比较高的 瑞士这个国家 Colibra设立之后 可以保存你跟我的隐私权 因而你可以大胆地 放心地用这个Facebook的Libra 可见得过去两次Facebook当中 漏掉他自己客户的隐私权跟资讯 事实上正在改进当中 我们也有待观察 第三个观察 这虚拟货币到底有没有美国政府 或全球政府的管制银行法之下 因为货币并没有任何的国界 虚拟货币或加密货币也好 各个国家都可以使用得通 因而你跟我必须有一些管制 国家没管制 货币就胡乱地可能乱加使用 所以而后到底Facebook的Libra怎么跑 我们并不知道 隐私 公安 还有跟银行 或者是Visacart的竞争 我们都有待观察 但是上礼拜已经先涨了四块钱 智慧人的话语 你一定要保持你自己的心理更新而变化 这个世界的确变化太快 我们需要有上帝的智慧 来审慎辨别是非 Henri Chen 陈上豪周三 在美丽的矽谷 HSBC Bank前面跟大家来报道 世界焦点台阶 我们下次见 下次见